樂團蘇打綠主持人陶晶瑩、陳啟珍、張宇聖還有陳紫紅 這些優秀的藝人都曾經參加過政大精選獎 這個全台灣最近代表性的學生音樂比賽 今年已經進入了第32屆了 除了首次登上募資平台宣傳 還用直播平台跟網友互動 帶來看看今年的精選獎跟往年有什麼不一樣 一把吉他和溫暖的歌聲唱出離鄉背景讀書的鄉愁 學生用創作表達想家的心情 拿到第32屆政大精選的評審團特別獎 我跟南德士都是從生活中萃取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都很熟 精選獎是全國算是很大的一個比賽 所以在這個比賽裡面會有很多很厲害的對手 然後也有很多元的音樂 高中就是精選是一個夢想舞台 對 所以今年進決賽蠻開心的 對啊 就是真的是在這個夢想舞台被肯定 太棒了 因為我從很遠的地方過來 可是我覺得非常值得 這個延續32年的校園歌唱比賽 運運出不少歌手 蘇達綠 陳其真 張宇生都參加過 舞台上出世提升 未來之星可能就在這裡誕生 一經道理的MV 讓人陶醉的歌聲 邀請每屆得獎者現身下屆主題曲 創作精神就這樣一年一年延續 今年首度登上募資平台 還用直播平台與網友互動 就是要讓更多人看見精選獎的內容 募資平台算是一個近年來興起的一個 就是小額捐贈的一個管道 可以讓很多樂團或者是一些社團 可以透過小額捐贈來完成我們的目標 而表演嘉賓旺福 也鼓勵學生 音樂人不要放棄展現自己 勇於唱出夢想 也許你就是下一顆最閃亮的星星 記者池韻婷 許貝雲 宋宜貞 謝德華 台北採訪報導